望梅止渴 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攻打张秀 一路行军,走得非常辛苦 正是盛夏,火辣辣的太阳散发着巨大的热量 大地都快被烤焦了 曹操的军队走了很多天 所有人都十分疲惫 一路上又都是荒山秃岭 没有人烟,也没有水源 将士们想尽了办法 始终都弄不到一滴水喝 头顶烈日,士兵们一个个被晒得头昏眼花 大汗淋漓,口干舌燥 感觉喉咙里好像着了火 许多人的嘴唇都干裂得不成样子 没走激励路,就有人因中暑倒下死去 即使是身体强壮的士兵 也渐渐地快支撑不住 曹操看着这样的情景 心里非常焦急 他策马奔向旁边一个山岗 在山岗上极力远眺 想找到一个有水的地方 可是他失望地发现 军烈的土地一望无际 干旱的地区大得很 再回头看看士兵 一个个东倒西歪 渴得不行 怕是很难支撑下去了 曹操是个聪明的人 先想,找不到水这么耗下去 不但会耽误作战时机 还会有不少的人马要损失在这里 想个什么办法来鼓舞士气 激励大家走出干旱地带呢 曹操想了又想 突然灵机一动 脑子里蹦出个好点子 他就在山岗上抽出令旗 指向前方 大声喊道 前面不远的地方 有一大片梅林 结满了又大又酸又甜的梅子 大家再坚持一下 走到那里 吃到梅子就能解渴了 士兵们听了曹操的话 想起梅子的酸味 就好像真的吃到了梅子一样 口里顿时生出了不少口水 一时间精神振奋 鼓足力气加紧向前赶去 就这样 曹操终于率领军队 坚持走到了有水的地方 忘梅止渴的意思是梅子酸 人想象吃梅子就会流口水 这样就可以止渴 后来比喻愿望无法实现 用空想安慰自己 曹操利用人们 对梅子酸味的想象 成功地克服了干渴的困难 小朋友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不要害怕 用对成功的渴望来激励自己 勇敢前行吧 就像太轰性妈 pepper 就像安慰起来